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官宣 王一博受骗为洛阳文化旅游形象大使 风起洛阳,热播中 官宣 王一博受骗成为洛阳文化旅游形象大使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为洛阳籍青年演员 王一博授予洛阳文化旅游形象大使称号 洛阳,山川秀美,人文汇翠 若问古今兴费事,请君指看洛阳城 跟着王一博游洛阳,品龙门神韵,赏国色牡丹 访盛世随堂,游浮牛山水,尝洛阳水席 看风起洛阳 咱就是说,自己火了,还带动了家乡旅游经济发展 啥叫正能量,洛阳小伙子王一博这样的 少年自洛阳破云冲雾 少年要被这个时代篆刻铭记 洛阳籍青年演员王一博 无时无刻都表达着对家乡的爱 近年在外发展,依然心系家乡 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推荐洛阳 2014年,17岁在韩活动被主持人问口味 是不是韩话了 王一博否认说只是因为和家乡洛阳的牛肉汤味道很像 所以喜欢喝 粉丝给其绰号洛阳白牡丹 2019年,王一博受聘担任洛阳市消防宣传工艺大使 2020年 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中 王一博数次推荐洛阳美景和美食 向观众发出邀请 2021年4月 王一博拍摄工艺宣传片 为家乡洛阳亲情代言 邀请大家来洛阳开始一场牡丹之约 9月,登场了 洛阳开播前夕 王一博化身电台主播 讲述洛阳历史 分享洛阳文化之美 12月 由王一博领衔主演的影视剧《风起洛阳》热播中 自开播以来备受关注 引爆洛阳城市IP 相信随着该剧的播出 洛阳对于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将持续提升 王一博在《风起洛阳》里 也精彩演绎了洛阳公子百里红毅 剧中有很多唐代的洛阳美食和美景 越看越想去洛阳玩呀 好喜欢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古都洛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